我们有好的握球干法 那么手臂运动也做好了 是时候来挥干了 现在呢 必须明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这将会影响到 你击中高尔夫球的方式 而产生极大的差别了 很多人呢 看着高尔夫球 心里就在想 哎呀 天哪 这球真的好小 要不要打开 要击中他 我的动作得十分准确才行吗 哎 这不知不觉当中呢 就是你试图想去击中他 尤其是当你在高尔夫练习场上的时候 有人对你说 你必须要瞄准助球 第一下头设法击中他 哎 其实呢 你绝不应该设法去击中高尔夫球 这不是你要做的 你会知道 那是地心引力和向心力的工作 自然的力量 自然的力量 为你击中高尔夫球嘛 让我来示范一下 我有一条 我用的这个小弹力带 现在呢 我要快速来转动这个弹力带 你会看到向心力 地心引力 哎 是怎样呢 是弹力带沿着轨迹 回到它原来的位置 随着我的力度加大 它呢 也开始拉长 你的手臂呢 也要这样的伸展 那么注意 每一次呢 它都准确误的经过同一个地方 比如说呢 我想击中那个橙色的大球 我就必须摆好姿势 走几步 突然看 看一看 哎 我击中球了 所以呢 不是我在操控 设法要去击中球 而是呢 我把控制权啊 让位给了地心引力 让我们来看看 这在挥钢当中呢 是怎样操作的 想想呢 有关骨骼的那一集啊 你看到呢 我们呢 是怎样 不让我们的手臂啊 压到这个身体上面呢 哎 所以当我们连续来回 挥动这个球杆的时候呢 我是在把球杆 放置于这个地心引力作用下 我让地心引力啊 使球杆沿着原来的轨迹 来回的摆动 而且重要的是 你要让身体 避开球杆的这个挥动方向 看上去呢 才不会像这样 哎 哎 看到我的手臂 是怎样压到我身体上了吗 因此 我让我的身体转开 再返回 以避开球杆的这个挥动 现在来练习一下了 你要做的呢 就是 让你收杆的这个姿势啊 现在站好 手臂在前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 让你的手臂 顺着球杆的下杆 这就是手臂落入球杆的下杆 注意我如何转开身体 腾出空间 让手臂充分摆动到 后摆的位置 然后呢 我让手臂一路自然下垂到的终点 那注意我是如何转开身体 让手臂充分摆回到终点 有趣吧 接下来呢 我要不断的做这个动作 我让手臂下摆到前后两个方向 注意球杆总是经过同一个地方 高尔夫球最好就在这个位置上 你要想让球杆在地上 挑起球的那个位置 是从臀部弯曲下来了 记得臀部是在那里吧 在尾骨的下面 那所以我们让臀部移到后面 把胸部往前靠 这样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平衡了 现在当我们来回挥动球杆的时候啊 球杆的底部会碰到地面而弯曲的 你看 现在如果我想击中球的话 我需要做的就是移动我的整体 但是如果我设法去击中高尔夫球 一切将毁于一旦了 所以我瞄准球这是对的 但我的注意力集中在 让地心引力作用于手臂 球杆这一个整体 而使球杆能够循着轨迹来回摆动 你会看到接下来地心引力 是怎样为你击中球的 让我们来试一个 来回挥动 让球杆在两个方向都摩擦到地面 那是他经过的地方 现在我要对着球挥动球杆 现在我要让他朝一定的方向运动 所以我要让身体避开 正在引力作用下来回摆动的手臂 手臂自然摆动 手臂自然摆动 高尔夫球呢就被击出去了 看到我怎样做收杆的姿势了吗 球杆好在我挥杆的路径当中 让手臂球杆整体随着地心引力来回的摆动 以上这些呢 真的会给你一个非常奇妙的想法 不是你去击球 不是你操控球杆去击中球 那会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你得由地心引力帮你去击中它 好吗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